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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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在借令言经的一段经文 再为大众师父一起研究 什么叫做三祸 什么是三祸 众生如何就在任何起心动炼当前 明明是本来的妙明的决体 我们却随他启成世间的种种众生的祸着 所以要明白这三祸 那你就知道过去在决体现前处 是什么样的势力能够启成世间的感受 而是不明白三祸 那永远在世间的感受之上 永远能没办法体会那个决体的性中的作用 没办法体会性中的作用 虽然都知道是决性决性 但是决性之中它有性中的作用 信用如是 所以在他信用中的作用 现前处你不认那个决性 什么叫做不认 不是说只是不认那个决 是你要明明白白他的所有一切性中作用 叫做认 所以决它不是一个名字而已 你是要能够直下担当 它本来它就能够入世间的一切性得作用 那个才能够叫做真认 那个在认识你是不离开一切世间的种种变化的 不离开世间现前的种种的一切作词的 可是在作词的当下 你能体会就是性中之所流出 性中的所有的一切的根本的行持 所以早上才讲到 您无名沉沙跟见思祸 你要是暧昧决体时 你要是不知道如是根本决体之中 它必然的如是性中作用 那你当然就在这个上面就起成幻祸 就起成祸着 就如同幻异一样 但是本来它这个随缘所起的种种变化 都就是根本就是幻 决心它非种种法 随缘现实就有种种信用中的不同 那就是幻 那就是变化 可就在这个幻中 你若是一直都还知道 是根本都是决心的 这个所有的一切 它的本来的面目 它的性得 那你在幻中就不会不会被幻所迷 不会被幻所流转 不会起成祸着 但是就在那个幻化之中 你就容易失手 忘记了所有的决体的作用 为什么会忘记 不是众生刻意要忘记 也不是众生愚痴要忘记 是性中就能够起成如是 隐显而降 那显出种种作用时 决心就隐 就在隐 所以就在种种现前的种种作用里面 你若是念念之间不以大智照明 那就起成幻觉 那就起成种种的流转 所以众生之所以会流浪在六道 会流浪在现今的种种妄想世界里面 是因为决心本来就必然如是骨 我们因为不知道那个必然如是 所以就老是在决心随缘现前处 我们就注定叫做凡夫 就注定叫做众生 你能够明白那个必然如是 众生当下就是佛 众生一切想念当下 一切现在起心动念当下 哪个不是你的亲民决体 所以这里面再用 《嫩言经》中的文字 《嫩言经》中当然叫开智慧的嫩言 那念念之间就要在决体上直下担当 那也是本来面目之中的文字 那也是行者教授一切行者 念念归家时 那心中所思维的自己心中的相趣 所以叫阿难集中做起 礼佛合掌常规摆佛 阿难上次讲过就是侍者 你要讲到佛侍者叫阿难 行者念念之间 念念是佛的那一个决定心是阿难 所以这个决定心也刚好跟这一章的金刚藏菩萨所发的决定心是一样的 但金刚藏的决定心是根本本来的决定 那行者要发金刚藏的决定时就有什么 就有剑刺接引行持之中的决定 所以在行持中的决定就是要振得将来必尽的金刚藏 金刚藏的根本决定 那是大决体中的根本决定 所以在这里面念念是佛叫做阿难 前面之前也讲过阿难是堕 就是显现种种堕落那些公案 所以今天再拿到这个文字中 那前面就不必再述 所以阿难集中做起礼佛 合掌常规摆佛言 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 若是见闻性本来不生灭 那这个见闻性必不生灭 这也就是今天早上刚好讲到 一切生灭法中献前处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时 你能够现见的那个见闻性是不生灭的吗 见到一切行持 见到一切诸行处的 那个是从来不生灭 那讲到从来不生灭 不是在生灭之中 在跟你分别一个不生灭吗 那过去我们的知见 永远是在这种逻辑上面套的 行者尤其佛门世子的知见 逻辑是跟过去一般凡夫的逻辑用的不一样的 什么叫做根本不生灭中 他才能够知道生灭 他不是在生灭之中分别不生灭的 而是就在大觉体中 一体圆融中讲的 那个一体圆融中 现前都是生灭 因为他现前都是生灭过 所以他不是真正剁在生灭中的 假如真正剁在生灭中的话 再生就不是灭 再灭就不是生 如果灭以后不能生 你也不知道是绝 一直是生 一直是生 没有灭 那你也不能有绝 所以决心能够陷进种种生灭 所以讲他的根本无生无灭 从不生灭之中 是在哪里说的 是在行者智慧担当中 看尽一切生灭说的 他无生无灭 就像你能够在静体当下 你看尽一切尽色生灭时 你才能够体会到 静体的从无生灭 因为你能够体会 那个根本看尽那种包容 当你能够包容 看尽一切生灭处 那你是真的随种种生灭吗 不是吧 那你不知道生灭吗 是啊 你都清楚生灭 你知道生灭的时候 是生灭吗 当然不是啊 知道生灭是生灭 就随他生灭了 但没有如是的大决心体 有如是生灭呈现吗 也没有啊 连生灭都不可以建立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种讲道根本不生灭性 根本从不生灭的 那个心中的担当 是要行者念念开始 懂得在一切众生相中担当的 那个叫做菩萨恨 那就是菩萨道 你念你之间就要担当一切众生相 那就是菩萨道 所以念你之间 根本不舍离一切众生界 是菩萨道 所以说到不生灭时 你要不舍离众生界 说到生灭时 你要不舍离众生界 说到极尽处 你要不舍离众生界 说到过去的流转处 你也要知道不舍离众生界 那你说 说流转处不舍离众生界 当然了 当然流转不舍离 流转就是 就是已经随众生流转了嘛 你说说到极尽处 不舍离众生界 这还好可以理解 流转处怎么能够说不舍离呢 我说这不舍离就是 你在流转处 要是真正不舍离众生界 你就真能体会 那流转二字都是希望 你在流转处就是暧昧众生界 你才流转的 你才随他流转的 你要是流转处 你都知道什么叫众生界 你怎么会流转的 流转处就是 你巴在所有现前的 所有的执着 根本已然暧昧众生界 你才流转的 在静色之前 你若是逆年之间都知道 静体当下 它就是随于能照种种色的 心静时 你看的都是什么 都是现前的种种 静色的种种表现处 那你会随他流转吗 你就是暧昧了 他就一定能够随 能够随缘现种种色 是你抓了一色 从此以后 暧昧其他的色 你一早就失去众生界 你才随近色流转 但是就在这个流转上面 你知道它一定能够 照出种种色 我今天中午才说 不要讲得太快 现在发现更快 就是因为它能照种种色 所以你才知道 它怎么流转 尽兴它就是会这样子转 那这个时候流转 是什么意思 这流转就不是障碍的意思 就不是恶障 这个流转是担当 它必定能够随缘 现种种流 然后它就能够 从大觉心体之中 能够转变成种种的 缘起境界 但这种流转是根本什么 根本心体的极灭 为什么这个是心体的极灭 因为假如你真是流转 你根本不知道流转 这种逻辑要反复不断的思维 你真能够担当流转处 随缘你都能够起成 种种流畜 这表示你是什么 你是超越种种流的 你不过是随缘起成 如是影像变化而已 所以你将来才知道流转还灭 你在流转还灭时 你是眼睛担当 所有的一切法眼 能够担当一切变化 流转 但你你之间呢 你从来不舍利心中的 根本极灭 所以流转才能还灭 不是流转最后还得于灭 是当体流转极下还灭 当体还灭 所以那是将来你根本正得的那个心性 所以讲到若此见闻必不生灭 就如同好像上早上说的 若说众生本来是佛 可有过咎 你要真正知道决心时 知道是决心时 这哪里有过咎可言 这不过就是教育行者 令人之间就在现前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念 一切过去的所有一切造作妄想上面 你已经开始懂得回头直下担当了 所以讲到见闻不生灭时 你就看到哪里 就是现前你能骗之的一切生灭处 当你能看到一切骗之的生灭处 那你当然能体会它从来不生灭性 所以在这里面 但是这里面当然是阿难 阿难讲是佛事者 佛事者就是最初修行的人 念念直接在决心上面去参救的人 念念是佛的人 那当然在这个决体上面会起成种种意 若是见闻不生灭 那云和世尊 云和世尊 明我等备 一时真性颠倒行事 颠倒行事 愿心慈悲 喜我成功 这就是阿难 视线提种种问 也表示一个逝者在最初念念之间 向如是决体时 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见次的疑惑 慢慢要破析 你既然说见闻不生灭 虽然我刚刚讲到说 那是看到一切生灭处 那是我现在的见闻吗 你说见闻不生灭 那为什么世尊 明我等备一时真性颠倒行事 你说的见闻不生灭 这一处不是我现在着迟虔诚的明像之中的见闻 明像之中的见闻都是神灭 只要有明有下都是神灭 但是在这个明像之中 你着迟那个明像就是什么 被体所立的了 已经被开体所立的 你站在体中一样 你能够什么 一样能够知道见闻二字的名字 但是你已经抓在众生末绍中 再讲到见闻 你说不生灭 那我现在怎么生灭了 眼睛尖尚多分身 怎么会流转呢 怎么颠倒呢 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行者在最初回头时 召见觉体时最先的一门 既然知道这个信不生灭 那为什么现前的见闻觉知当下 我就变成流转了 怎么会形成流转的呢 所以这里面就像早上讲的金刚章 因为在现前用处众生老是就是抓在末梢 现前以为直受的那个末梢 那个区块 一直拿那个区块 你但要闻体中清净的名字 你还是拿这个区块过去的幻想夜感 再套它 再套你的信中的根本清净的名字 你不是真正已然知道 原来在现在霍卓的区块 那个区块是根本要发金刚章 那个决定心直下担当 就是你的根本清净大决 根本决明清净的原名妙境中的 本体之中所立的一切见闻名字 当你能够立这些见闻名字时 在现在的见闻的所有一切造作上面 这个见闻是造作的 这个见闻是流转的 但是这个见闻没有根本清净的见闻 有这个见闻吗 所以那个是体 当你还不能够清楚认体时 行者最初一般凡夫就捉持现在 虽且现前感受 你说他名字 他都捉持现前感受 所以你如何说我颠倒行事 愿心慈悲 习我成垢 即使如来垂金色臂 这个我们就不要太讲 金色臂的什么表法 轮手下指就拿了手指指头来表来 告示阿难 说如今今往母陀罗手 母陀罗当然就叫结决定印手 结这个结印手 决定印 本来佛指 佛手 佛掌 他就是告诉你决定印的 所以手啊 手掌有决定向 有掌持向 那也表示说 佛垂这个母陀罗手 垂这个金色臂 显这个母陀罗手 就是让一切行者看到决定印 就如同指月当下 你要清清楚楚知道 他印在何处 指在何处 这只是在经文之中 用母陀罗手告诉你 他就是现象 是告诉你心中 启程决定印的 所以刚才能手下指 他就问阿难言 如今见往母陀罗手 为正为道 阿难言 世间众生以此为道 而我不知谁正谁道 佛告阿难 若世间人以此为道 即世间人将何为正 阿难言 如来树壁 兜罗免首 上指于空 则明为正 就你把这个手 伤坏往上指 把手指头往上指 就叫做正 这里面 世尊用的这个辟语 用的这个 用的这种教室 让阿难看这个手 唐尼尼之间不是要告诉你 到底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他是要告诉你 那个见闻之中 你是在那个见闻之中 是不是都一直是 着目 一直是在着在末中 不断的动用你现在 在城市间中的所有的一些见闻 在那里造作所知 还在那里造作所知 所以前面就是批语 不必明讲 因为后面要讲的是在后面 佛籍树壁 所以他把背往前 往上指 若此颠倒 首尾相患 只是像首尾相患 诸世间人一被瞻视 就在这里不断的增加 不断在下面流转 以为感受 一被瞻视 则之辱身 与诸如来 亲近法身 就在这里 你仔细思维 笔类发明 就在这个类别之中 笔类发明 如来之声 明正辩之 如等之声 好心颠倒 当下告诉你好心颠倒 估计有的人就认为说 难道这样不对吗 上指于空 上指叫正 下指叫倒 不对吗 对吧 或许有人正在解释 那到底什么 那才叫做正 什么叫做倒 这里面没有任何正 没有任何倒 只是在看你 根本你的觉知 是动在何处 你说正说倒 所以他说 为什么如来叫做正辩之 你叫性颠倒 所以他说 随辱地关 辱身佛身 称颠倒者 名字何处 好为颠倒 所以这里面 诸佛再问阿难 那名字何处 称颠倒者 那这颠倒的名字 你在何处 好为颠倒 所以你老是抓着 末少的那种感受 说正说倒 所以不是说 阿难心中还怀疑 说我还不知道 世间人是什么样 是真是倒 所以心中还有疑惑 都不是在这个上面解释 所以这一章中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辟语 但这一章中 是让你发决定心的 你直下就在摩托罗手 这个结书决定应当下 你要应到心中 根本欺民的决心的 所以他告诉你 于是阿难与诸大众 邓蒙瞻佛 目睛不顺 不知身心颠倒所在 佛心慈悲 哀命阿难及诸大众 发海潮音 便告同会 那发海潮音 那海潮 潮不失实 表示就在当下 应众生 所有疑难当下 为众生 在他心中 启发如是 心中在绝体中的回响 所以叫发海潮音 骗告同会 诸善男子 我常说言 色心诸元 及心所使 诸所远法 为心所限 色心诸元 及心所使 诸所远法 都是心所限的 你的感觉到 都是心所限 那既然在凡夫身上 所有的一切 指头上指向下指 其实都是为心所限 可是你要是 已经背离了心体 你坐在线前的 所有的一切 肢体上的动作 以为立之 是证是道 那都已经是什么 已经都叫做 这个 已经都叫做 遗实真性 本庙 本庙元 这个慢慢往下讲 如生 如心 皆是妙明 真经 妙心中 所限物 妙明 皆是妙明 真经 妙心中 所限物 如何 如等 遗实本庙 原庙 明心 保明 妙心 任物中 你怎么不认 你的根本 能够清清楚楚知道 谁正知道 这个知 他不是捉持在眼前 感受的那种种种知 阿赖所有的讲的 一些感受的种种知 他完全是 躲在成事间中 在肢体上的那种感受 随着肢体的变动 所立的一切感受的立志 一个觉醒者 他是在身体身份上 所有的一切肢体的动作 他是在大觉的肢体之中 能看到举手 下垂 那是知 你知心之中 一定能够知道 上举 下垂 谁正 谁倒 那个谁正 谁倒 是应 现前的所缘 说谁正 谁倒 但是因缘 现前 他不是真正 躲在虔诚的 种种事例上 他真正以为 就有如是正 如是倒 如是上 如是下 所以你在这个 能知的清净大觉体中 你能够应对一切事间 不管是上是下 谁正 谁倒之中 都能够明明白白 他都知道因缘所限 何故约正 何故约倒 什么因缘故 在什么样 众生的元气上面 是故 是正 什么众生因缘故 说道 都能够清楚 但他不是随着 现前的一切 身体 肢体身份 一举手 一头竹 你就躲在身中的 性颠倒中 所以那个周身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灵觉 都是灵之 通底都是 因为过去 就是从这些 妄想的六大决心之中 出生 种种 六根之死 四大当下 你启程的种种身份 绝受 但过去认为是妄想 其实这个六根 四大 哪个不是你身体之中 当下的根本 决体的灵敏 所以在灵敏中 众生暗昧此灵敏故 所以那个肉身 就是什么 就是障碍身 将来你明白 这个灵敏 将来你一样 能够什么 随你的世间的因缘 处处现身 但是现身当下 你那个身份肉质 都不是什么 都不是众生 夜感之中 攀缘最末少的直受 以为是神 所以不是攀缘 众生的直受 以为是身中 那个肉质 都不同一般 反复 你因为攀缘 那个肉质 最后的直受 以为是身体 那个肉质 都是什么 都是僵硬 刚强 种种感受 你不要以为 说现在叫柔软 真正碰到柔软了 我们都还叫做 刚强坚硬 所以你念你之间 不在任何直受上面 所体会那个神 那真的叫做柔软相 叫兜罗免首 他不跺在任何直受上面 为你上指下指的 他不是在任何上面 说看你的直见中 到底在哪里的 只是你一说直见时 当然不见得说 你直上为正 直下为导 这是错 不见得这是错 各众生的因缘不同 不见得是错 但是你用到眼前 所有一切 桌子末梢 感受立志的 那就是道 那就是非 那就叫信天道 各个光丽在讲来之时 阿难在讲来之时 还心中疑惑 不知道谁正谁道 表示他不但 他诸实末梢的正道的 这种假象 以为是知 还在知中 还搞不清楚 到底能不能心中明白 那个知这么正确 所以不但在世间上所的立志已经是谜 甚至于他自己心里面根本没有信心 那个立志是对否 那更是谜中被谜 不要讲到指正之道 指我们就是啊 你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已经躲在感受之中 那已经是 已然是谜 桌子的感受 从来不肯回头去照见绝体 已然是谜 你还在谜中 在分 是正是道 在谜中还分 什么叫清净 什么叫染污 不一样吗 甚至于你想清净染污时 别人在随便跟你说时 你都会怀疑 这样是真清净吗 所以有的时候 自己的语言都会搅乱搅乱 有时候拿染污以为是清净 有时候拿清净 又去躲在染污 为什么他会形成 这样子的意识之中的 不断的搅乱 是因为他根本什么 他根本都是 躲在现前的执手之中 他根本没有体会心中的大明 没有体会心中本来的面目 既然是躲在现前的执手 就随他现在的夜感 不断的在那边流浪而已 你说什么叫从染污以为是清净 不是有吗 上次不是讲吗 不想再说而已 抓那个染污 染玉 以为就是修行 还从染玉中跳出染玉 不是吗 不都瞎扯吗 然后拿那个清净 其实是染污 什么叫清净 你抓的清净 还装在一个感受 有清净感受 不是还在染吗 这不跟那个指证指导是一样的吗 说真说道 不是都是一样吗 所以你根本不认你的本庙 这个仪师本庙 原庙民心 保民庙性 任物中迷 惠媚 这个物中迷 惠媚为空 空慧 这要戴老花眼镜 空慧暗中 皆暗为色 这惠媚为空 什么叫惠媚 你根本已经背离绝体了 那心中已经茫然那个惠媚 你把那个惠媚 为什么叫唯空 你把那个惠媚的灵芝 当成你灵芝的所有的一切 所荣幸 那个叫做空 你把你那个心中感觉 那个灵芝 灵芝的超越 其实灵芝的超越 其实用你超越的感觉 体会那个超越的 你体会一个超越的感觉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 绝海虚空气 琐破夜浪流 你最主要有的时候 是因为体会那个绝境的空 你就躲在那边 当你觉得有个空时 其实你已经有个空了 都属于有 所以叫空生大绝中 如喊一欧方 你把这个惠媚 结暗为色 暗叫什么 暗叫遮 什么叫做遮 遮蔽为暗 什么叫遮 你在以前的眼前的 所有的一些感受 你随主一切 现前所有的一切 造作的所知所见 就遮蔽你的 根本于冤民妙性 那都叫做暗 所以暗字 他这里用暗就用 一个日 一个历日 不要讲阴 从大日历小日 舍大日 而逐小日 叫做暗 所以阴不就一个历 一个日吗 逐小日 就是暗 从日逐日 就是暗 所以拿这个 惠媚暗中 结暗为色 拿你现在说遮蔽 根本决明心底的绝照 你遮蔽的 在遮蔽那个绝照 现前的感受 以为就是所明 就结暗为色 以为就是所知 色扎妄想 在这边色扎种种妄想 在这个感受中 在这个所立之当下 是扎种种妄想 想象为生 所以你就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身根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所处 这个肢体身份之中 你处处就动起什么 动起凡夫的之间 就在这里动起 我们所有的一些六根流程 都没离开过这个肉身 身根比较广一点 其他五根都在面目 面目什么意思 面目就是一些感受 最表处 表现处 表面处 所以五根一定在面目 那五根虽然在面目 其实六根都在面目 因为你摸身 不用摸到脚才叫身 摸这里就是身了 摸你的面就是身了 那不过只是身体之中 它还有触觉 还有形齿相 朱齿相 所以身根的表法叫广 但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众生 在一些之间之中的 最初的头首面目 正在这个头首之中 你若是念念之间 不肯大觉 心体相应 念念之间 都不肯祈求诸佛摩顶 诸佛摩顶 就是念念之间 知道是绝吗 在你每一个念头 最顶端处 你还肯于看见浮光 浮光就造在 你的所有一些 起心动念 最顶头处吗 那叫诸佛摩顶 那你就自然流浪 你每一个起心动念 就流浪 因为决心现前就是感受 感受当下 你要是知道是绝 感受当下就是会光 就叫做神光 就叫做会可 大觉心体 他必定能够成就一些感受 感受当下 其实就是你绝体的根本 心中 从来不变的心中的亲民 那叫面壁 他能够在这个亲民之中 能够成就一切 久有情居 所有一切感受 甚至于九法界之中 一切的功德 智慧 叫九年面壁 谁在面壁 你法性在面壁 谁能开显这个面壁 谁能延续这个面壁 神光 会渴 先前能够担当的是神光 就是根本能够在世间 所有一切流出的神光 但是这个神光 没有遇到达摩时 是神光而已 遇到达摩时 神光都叫会可 什么叫会可 神光名字都在 因为人在 名字就在 但为什么叫会可 与根本大致相应会可 这意思就是 你本来就是一切感受 都是神光 你要是念念知道 诸佛摩顶处 那就会可 你不知道 那就不见得是会可 你就在 最多 就算你想回头 你就做最多 就站在雪地里 站在雪地里 还是行者发行 有的人还站不到了 都已经神光 已经不知道流浪在哪里去了 那已经看不到那个神了 所以你看古德的公案 其实早就 已经有很多的迹象 有很多的表法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 在神光之中 神光怎么能够跟达摩相应 神光又如何 我不是讲人 是讲心中 能够向外随缘流步的神光 如何念念跟根本心 心中的法性达摩相应 那如何相应 然后才能够称名于会可 先断掉 那种感受巨原内窑 去外奔移 你就以为这个元气中 就是这个心体之中 这个整个身体 才叫做心性 然后在这个身体的心性之中 在外面不断地在攀缘捕捉 什么攀缘捕捉 举手 下垂 你就在捕捉感受 都在这个捕捉感受 昏扰扰相 以为心性 就把这个昏扰扰相 根本不站在绝体之中 这个昏扰扰相 才一说到底谁正所倒 你就会跺在眼前 在那边一直不断地在那边追寻 到底谁正到底谁倒 那个根本没有 跟站在本来面目上的直下担当 所以之前才在阿难才问 为什么叫做我们叫做颠倒 起颠倒性 就在这里看到这个手臂时 你就知道是颠倒了 不在这个手臂上 谁指上是倒 谁指上是正 指下是倒 不在这个上面分别 而是所有的一切 就算是真是倒 你已经看到什么 你已经是跺在 种种众生最末少的支箭上面 流转的了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就算你能够说得出来是真是倒 你也从此以后什么 你也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昏扰扰相 以为心性 就着持现在的感受而已 那个不是心中的大米 那个不是根本在决体之中 他能够入室的根本担当吗 那入室的根本担当 他当然知道什么缘故是真 什么缘故是倒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作词最后的感受 根本不清楚决体的亲民之中 你所立的是真是倒 所以那个一个知心 现前处就差这么多 就有点像昨天我讲的 你一摸 这个桌子 你已经分别你是真是倒 你已经是流转还是回头 已经清楚了 你是在哪里感受这一处的 你要站在这个上面 觉得有处 那都叫做流浪吗 难道没处吗 当然有处吗 但有处当下你是流浪知道吗 那你说将来我要震到这个决体 不知道处吗 清楚知道 但是那个处呢 那是根本的决明 就跟这个在问 这个知见是一样 谁震这倒 谁震谁倒是一样的 所以 昏扰扰相以为心性 一谜为心 决定或为色身之内 就决定或为色身之内 就是这个心 不知色身 外寄山河 虚空大地 闲是妙明 真心中物 另外一面看到 说一切世界 哪个不是妙明 真心中物 都是大决心体 必定能够显现绝照之中 所现 你要是怀疑 要是没有绝 还有这些山河大地吗 山河大地 与你没有任何半点干系 我们看到山河大地 是你在你的夜感中 看到山河大地 我在我的夜感中 看到山河大地 不过就是我们都在 个人的别业夜感中 看到山河大地 合在一起叫共业 所以我们老是以为 真有如是山河大地 当你说真有如是山河大地时 你那个山河大地是定向吗 你仔细思维又不尽然吗 那每一个人在夜感不同中 你说真有如是山河大地 当下你都还是过着 不同的山河大地的感觉里了 差别的山河大地感觉里 你不能说他没有如是 共业的山河大地 但你不能不知道 共业的山河大地 就是显现个别的别业处 才叫共业 那要是根本没有决心 山河大地与你什么关系 什么干系 要是我已经是 畜生或鬼道的众生的灵芝 你看到山河大地 就不是眼前的众生 人间中所呈现的山河大地 你将来要是有福报 上身为天 你看到山河大地 也不是现在众生 世间人所看到这样的 粗弼的山河大地 所以那不都是真经之中 所限之物吗 根本就是妙明真心中物 全都是妙明真心中物 因为你自己的经验就是妙明 所以现前初 他必定能够现成山河大地 是必然 你不能说他没有 但是有时你要知道 都是心中所限 既然知道心中所限 所以这心不断灭 假如你不知道心中所限 就问你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的 不也是心中所限吗 我们现在感觉一些环境 不也是心中所限 连我这个肉质也是心中所限的 不但是过去成过去的液感 然后投在母胎之中 所限这个肉身 但这个肉身 不是你母亲生下来那个肉身了 你母亲生下来那个肉身 生我们现在 生下来那个肉身 此次呱呱落地 那一个肉身的 就那一个小小小肉身中 你现在已经变这样子了 我现在已经变这么胖 这么高了 已经不是了 那自己肉身之中 都还随你现在的心情之中 都在变化 你心中若喜 肤色都喜 器官都喜 你心中若哀 肤色都哀 器官都哀 那哀太久了 五脏都哀 那就搞不好就生病了 都在随你变化 不是吗 那何况山河大地 那山河大地当然了 你心中若是祥和 是看到山河大地 就是祥和 你心中若是恐怖时 你永远出不了 这个恐怖的山河大地 你心中若是没有福德 生下来那个地方 那个山河大地 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草木都不生的 枯黄一片 你看到 看得到大山 但是大山 他回应你的 回馈你的事 绝无升级心中的困窘 你看得到大河 大河给你的 能够影响你的 就是根本干涸心中的渴望 那种饥渴 伊索比亚 那类似的地方 他们在一生中 都没有办法走出 他们的山河大地 他们能够走出来 就表示有点福德 过去可不可以有恶业 但是有福德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 连他的所感受到 绝体之间 所感受的世界都不同 你不要说 他家 伊索比亚还在那边 没有不同 他如果到了 换了别的环境 他能接受到别的环境 就是决心之中 所显 福德之所显 当他感觉到 别的环境时 他在享受 有福报的环境中的滋润时 他再看到他们家时 他潜在意识中 从来不是跺在 那种感受之中 在受夜暴的 所以真正三个大地在哪里 那当然都是 妙明真心中物 譬如沉清百千大海 譬如沉清的百千大海 根本就是大海 根本都是绝海 沉清百千 你却弃之 你不认他 明明就是你 明明白白知道 他就是能够 骗之夜切之的心中 根本的绝海 你不认 你却抓着眼前 到底上面是正 下面是倒 你抓着眼前 弃之 唯一认一副OT 就唯一认一个水泡 你只认这个水泡 你只认这个感受 你不是在决心上体会 决心上体会 当然没有离开 现前感受 但你有办法 在现前感受之中 你全体担当 就是绝体吗 就是我讲的 那一处当下 你能知道 那个处就是绝吗 你能够念念 不断在上面精进 念念在上面 反观是绝吗 当你在能够 在一处当下 你都能够知道是绝时 将来你震得如是绝处 你还是知道 现在的处 但是你知道 现在这个处境 现前处 还是过去 随着处境 不断向下流转 攀圆桌子的 那个夜感吗 不是 这是心性 你平常在用 所以佛法在告诉你 你天天在用 你却不认 所以才叫做可怜民者 本来就是你的面目 你却不认 弃之为任一幅欧体 不但你弃之为任一幅欧体 你还把它当成 把一个水炮当成 木为全潮 当成全部都是潮水 穷尽淫薄 你还把一个水炮 当成大海量 来量你的决心 你拿一个一点点的 随缘的 种种桌子 在末梢之间的感受 立的那个支 是正是早 就算你能讲对 你要捉持那个 是正是早 拿那个 已经追逐 感受的后面 那个窘境的那种支箭 你把它当成 就是现前的 根本灵明的 一切的觉知 可怜 那可怜 那我们天天不是都在用这个 都在动用这个支吗 天天都在用啊 但你现在应该能体会 就是在动用这一些 念念之间 都如实如实 破窘 如实困 窘困的这一些 狭隘的所知 但在这个当下 你都能体会 有你的根本 亲民决心 从来不狭隘的 根本广博的决明 你现在应该能体会了 每个感受中都是嘛 你不认 你认他都在 所以末为全朝 穷尽淫薄 如人即使 弥中被人 你在这个上面 就在这不断的造作 让我不断的加身迷惘 再加身迷惘 如我垂手 我一垂手 你就看到是后面 所以为什么如来叫做 正辨之 如来举身通之 都是正辨之 不是在这个上面 分谁对谁错 举身通之 都是正辨之 你只要 但要举手 你就性颠倒 为什么你 我们但要举手 就性颠倒 因为我们众生 已经老是 躲在末梢的感受嘛 众生 像中 就是末梢的感受了 你完全就躲在末梢了 但你要怎么样 破除这个末梢 你要明白众生 最后的无明 就是根本的 本来佛性 所以 假如 如果垂手 等无差别 一垂手 你就已经是什么 你就已经离开 木陀罗印 你就离开木陀罗印 你就离开大觉心印 对吧 如来说 如来说为可怜民者 这才是告诉阿难真正颠倒处嘛 颠倒在哪里 不是分别 那个谁到底 到底怎么指正 怎么指导 到底是哪里是正 哪里是导 其实有的时候 下指也是正 上指也是导 不再跟你这边绕 不是在这边绕 所以那个是当下直下 你要是佛的人 是如是大觉体的人 你另一日之间 你不是在觉体上观的吗 你另一日之间不是站在根本的绝海的亲民处去担当的吗 所以讲到这个绝海的亲民处担当 不再是讲文字 不是套文字让你去好像体会这个文字中的这些 这些名相而已 绝海亲民处担当是行者另一日之间要回光的 怎么担当 所以以前不懂的时候 天家讲这样的声音都是人为 说他老是套与金中的文字 套来套去也没有意思嘛 都是讲镜子一下镜子镜色 镜子镜色一天到晚镜子镜色 你没有意思了 对吧 镜子镜色我自己回家买一面回去看 还听你讲法干什么 就根本不必听你讲了 所以那有的时候不是在文字上面去体会的 那个是真正不断在什么 彼此行者之间彼此在沟通现在的心中的所行的 所以他绝对不是在文字上面去套牢 归你不断在那边钻牛皮式的在那边钻研的 钻研到最后也不过就是学术思想 倒是说不住常住真心 性进民体 体还可住 对吧 这就是旅程这种知见 这都是钻研到最后 心心里面根本不在心底上参研半点 不在参研半点 所以这一张 这个教材很快讲完了 但是应该大家会有印象 怎么样流转的 怎么样起承祸着的 你令你之间不在大绝心体上担当吗 所以起初无名时你就被无名祸吗 起初沉沙时就被沉沙祸吗 起初见思时就被见思祸吗 那既然被他一祸 一旦祸为三祸 从此以后你要回头 居然能把三祸全部品弃 不认如此三祸 祸是因为你不认他的心体 你要把他的摒弃 你将来如何找到大绝心体 大绝心体就能够从名入名 那就是众生过去误以为的无名 大绝心体他必定能够随缘 陷起种种的 是空是有所有的一切 种种行之 向量的种种沉沙 可是现前处理就跺在种种直受之中 直感直受之中流转 不是桌子的直 是直感 直地的直 大绝心体他必定能够 入到一切缘起 一切的缘起当下的所见所思 所见就是必定有如是形况 形状 形态现前 所思就是在如是形态之中 他必定能够所设的一切缘起气氛 氛围 你当然知道啊 你不知道还叫绝吗 那你到见思时你就流转 所以叫见思祸 你敢在见思祸最末梢 这么龙厚处担当他就是绝 那叫做是佛人 那个叫做阿难 那个叫金刚藏 所以那个才叫做本来是佛 本来是成佛 这个叫做三祸 这个是汉川佛教下手的不一样处 这才叫做金刚藏 这才叫大圆满 这个才叫大圆满 不是你随便修持几个咒叫圆满 名字都叫大圆满 你要会用心啊 当然你要会用心时持咒也叫大圆满 你念念持大圆满的咒 不要是念念之间心中所起的一切思念 念念的心中所起的一切音声 都跟如是咒运相应 什么咒运 念念不备 大决心体 那当然是大圆满 可你要是根本心里面不明道理 是你以为持咒就能圆满吗 咒力能够启发一个人 启发的时候 他能够动起你心中的智慧 但你要着持咒力为圆满 那就是着想 那就是着想 所以他不是在这个像上说的 所以再看 善男子 譬如幻异 望见空华 这个幻异啊 幻异这两个字 我看了很多的经典写的都不太一样 只有字里面写的是幻病的幻 对吧 异是演异的异 所以他下面是从个墓 演异的异 但是有很多的 譬如说其他的经典里面 其他的版本 或者其他的这个书啊 超啊都是用幻 迷幻的幻 就是幻化的幻 还是那个意 下面有语字旁那个意 那个意是滑盖 也有滑盖 也有遮蔽的意思 但是既然是有这个文字 有这个文字 我们都可以都 通说 幻异 那当然是就照这个幻异 就是幻了眼疾嘛 幻了眼疾 但是感觉到幻眼疾 好像不是佛经的本意 对吧 幻影是告诉你 现在一切变化 随缘的变化 那种种种的光滑 现前处 那是幻影 那种幻影就是刚开始 就是遮蔽一切 你决心时 就是你所误以为的无名处 就是你的颠倒行事处 那叫幻影 就是解暗为色 那个暗色处 那叫幻影 那叫幻影 所以应该还是迷幻的幻 你说幻那个眼病 眼疾 那当然了 你幻了眼睾 望见空滑 那当然了 幻了眼疾 你比较好懂 那一定望见空滑 我说你根本不要说 你有眼疾 那眼前你所看的 都是幻影 你才能够体会到 这里面的 所有的险难 困难处 你眼疾 你当然知道 我眼疾生病了 那终身就在眼睛 所有的见闻觉知里面 我都不觉得我有病啊 所以就阿难讲的 那为什么你说 我等此辈 都一时真心颠倒行事 假如阿难已经患了眼疾 他就不会这样问了吧 对不对 那应该说 世尊应该看我该擦什么眼药膏 不会这样问 因为他根本不认为是眼疾 根本不认为是患了种种眼病 这也就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是那个眼病啊 你见闻觉知不是现前吗 哪有病 你只是在见闻觉知上下 你忘记了暧昧了 就在见闻觉知 所有的一切变化造作的种种光影之中 你暧昧了觉醒叫幻影 那个患就迷幻的患 那是患意啊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下面一个羽毛的雨 那个意思在中国在说文解字上还叫滑盖 是滑盖 就如同空滑 就好像遮蔽 盖住 遮盖 滑盖 所以应该说是那个患意才对 譬如患意 妄见空滑 就在这个患意当下 所有的一切 异仗之中 那种滑盖的虚狂的妄想里面 你以为看到种种大觉的根本性中灵明的当体上面 你能够感受到种种光影 你能够感受到好像在大觉灵明信空 就是这些空灵当下 你能感觉到一些作用的光体光影 那叫望见空滑 可之前不是讲到吗 幻影朗然吗 这过去前面 你是因为在感受之中 在大觉体 随大觉心体随缘变化时 那个幻影现前 你望见好似就有空滑 空中就 这个灵明之中好像都有种种光影成就 这个这句文我是故意这样解释的 不要跟你讲是空中的滑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在你觉体之中 那个根本灵明当下 你认为有种种光影 这是平常一般的众生 就是这样子流转的 但是过去 你刚刚前面经过 已经告诉你 要幻影朗然 所以你明明摆知道 幻影朗然时 你知道再不随那个幻影 也就是再告诉阿娜 你再也不要随着什么 砸在这些暗想 流转 迷媚之中 再认他你的保民心性了 这叫幻影朗然 这叫幻影若出 让你明白那个幻影 幻影若出时 不可说言 你明白那是幻影了 就不可以说言 此意已灭 何时更其切注意 你已经明白幻影了 知道是幻了 你还会捉持那个幻中 还真的有那个意吗 幻影就是连一字都是虚望 连无明流转都是虚望 你还在等着说 我什么时候在受无明流转吗 你现在都已经知道 那是幻影了 都是无明 你根本都是过去不认 在无明体上不认绝民故 所以是无明 现在你都是绝民了 你还在等待无明吗 你怎么等待 你还在等待 那根本不叫幻影朗然吗 那还在等待 那根本就已经是什么 那你就还是在前面的夜感中流转 那明明你已经知道 在金刚藏已经告诉他 本来的大 这个根本的绝民 大绝民体的作用了 幻影朗然 你怎么还会再说 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佛性了 你怎么还会再说 那诸佛什么时候 又跺在众生性中 都种种无明中了 那怎么起身流转 所以幻影朗然 你又怎么会在这个上面 还在等待 说众生若是已然却是无明 他什么时候又跺在无明了 所以众生不是真有如实的义病 然后将来还要得义病 是这个义是幻意 你知道是幻吗 从此以后 你不可能再什么 再攀缘于幻吗 你不但不但不攀缘于幻 你还要在那边等待 再去造作于幻 那是根本不知道幻的人 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休息